中美贸易战,刘鹤赴美前夕消息人士,不会同意改革经济结构,有报道指刘鹤率领的代表团,不会同意美国提出的经济结构改革互联网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,将在明日到美国,进行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包括讨论对大陆产业政策,进行试度改革不过。 华尔街日报,引述消息人士指出,中方将不会同意美国提出的改革要求,只会同意加大采购美国产品报道指出,美方要求中共进行的改革,包括取消对重点扶持行业的补贴,撤销,有利于中国企业,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监管措施,和其他帮助但报道指出,中方将不会同意这些改革。 而中方代表团的目标是,提出大幅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报道,又引述美国官员指,依照目前的初步迹象显示。 目前,中美双方仍存在很大分歧意味,要在3月1日贸易暂停火线期前达成协议。 相当有难度担任特朗普团队顾问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edson Institute,中国问题专家Marco Pillsbury一认为,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希望,是制定双方能够给予磋商协议的文件草案。 但鉴于双方分歧严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美方,早前一表明贸易谈判相当艰巨。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·威尔伯·罗斯上周曾指出,目前中美双方仍存巨大分歧而姆努欺一称。 中美双方正在处理复杂问题,包括三大议题,包括保护知识产权,停止强制合营,贸易执法, 而且要制定这个协议是可以执行的协议,但细节十分复杂需要继续磋商。